應該就Excel吧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Excel很簡單 檔案裡面就有下載格式嘛 不就一個Excel 所以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放上去的東西 可以下載下來就是一個Excel 也就是資料庫上面東西 下載就是一個Excel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的話你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對那後續處理也是會是一個Excel檔案 OK那 另外就是說 這第一個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要取得 各式各樣的啦 也許開一端 任何需求都可以類似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你手邊有表單 需要一個窗口 去取得別人的訊息的時候 以往當然你要什麼 用Word去打一個什麼 然後讓人家填資料 那種方式請你轉變成為 這樣的方式 OK一個表單嘛 那這個表單裡面呢當然也不用做很複雜 我這裡面的話只有 用了四種選項 那等一下再來講這怎麼做出來 第一個 你有那 做完之後你可以用下載 什麼呢下載格 下載那個Excel 或者其他格式都可以啦 甚至PDF檔也OK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我今天 比如說以我上課教學 老師的 這個角度來看 那我今天希望說 我這個班級到底 大家程度在哪裡 我想知道的話 以往還要做什麼 統計分析圖表 才有辦法得到結果 那試算表這個功能裡面呢 它有個好處 就是它有個所謂顯示回應在要內容 按下去之後的話 我覺得這個蠻棒的功能 它自動會怎麼樣呢 告訴我這個班上的同學 的 電腦程度 這個班上的電腦程度 以前要 高階的舉手 進階的舉手 入門舉手 現在不用舉手 那舉手完還要點人數 現在不用了 因為全部都在上面 而且他會有個圖表告訴我 那以往這個是要自己手動去做的 另外呢 我要統計一下 請問一下你上 大家上課希望以哪部分為主呢 圖表顯示 80%的 希望在VBA的入門 做解說 所以就 所以看得出來 對不起 OK那 入門的部分 曾經有上過 那選客動機 還有業務需求 今天有點 天氣變化太大了 所以 有點感冒 OK 那這樣子 很快的就可以看到一個 大概的一個結果 OK 利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 做到 啊